的問題 今天拍一個主題 是戰爛新聞 戰爛新聞其實佔據了 最近很大的滿耀 其實從增盡事件 一直到 Ranion 細胞事件 過去的一個應該 在戰爛新聞通討裡面 都可以感到待穫在 vemos的現況 他意识到说 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么多细节 对我们生命安全的细节 其实我们一无所知 正如我们的政府观言一无所知 我们吃着地底活在一种风险社会 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附入在这些不可知的风险里面 但是没有人有充分的跑步才能够去控制他 这是这一次的灾难新闻院 我们做到的喜悸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来宾 其他两位呢 真的真正的专门的路线是环境新闻 那只是说在台湾很多环境新闻 其实最后都有变成灾难新闻 所以今天请这两位来谈的是一致行为了 那是这里 那我们今天 我先介绍两位 第一位是我们公式的资深记者 林静雷 余欣怡老师 然后第二位是我们 我们公式的 我们的导物制作人 那我们先探讨一个主题 那我们先探讨一个主题 那我会跟别人请教 我们先请教 林静雷老师 我们会在探讨遇到新闻 我请教的领导师就是 因为林静雷老师她是做daily news 所以在过渡期到发生的时候 那她这段时间也会在现场 然后再复理这个新闻 那我想先从她们自己 再复理这个新闻 一个新闻的一个 各位的青春的食物经验 可以各位分享一下那些 我先请林老师 大家好 今天好多人 因为他们说只有怎么准备 我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就打个招 我想我就是来分享我的经验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在公共电视待了十三年 然后当记者当了十四年 第一年是在NBS商店媒体 非常不适应 所以做不到 做不满一年我就走了 那不适应的主因就是 因为那节目都要做鬼怪的 我这边就会没兴趣 那我每次提出 我也想要做延述的公共电视 他们就会直接说 那里面有收视率 那个无聊 反正就是都是被就是打回票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应该最后的作品 就是做了一次廖天丁的探访 我就用比较科学实证的方法 去找寻这个人的户籍 要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只有鬼怪 是有历史根据的这样 反正就是在T台不适应 然后我就离职 然后就来考公司这样 那一开始我是做专题节目 后来是近十年才开始跑线这样 那跑线的定义就是 每天都要产制新闻这样 那我觉得 每天产制新闻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你要在短时间 制造出 不是制造 就是产制出新闻 这件事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 而且尤其是在比如说 早上九点上班 然后中午就要交出一条 这种时间你要非常压缩去 去找所谓的事实真相这样 所以我大概近十年都在跑线这样 所以摔倒得非常快 然后身体都搞坏了这样 那重大的灾难新闻 除了这次高雄祭堡 我跑步比较 其实基本上在这十年间 我真的徒步挺进过很多次灾区 然后这种行为常常会被骂 但是这是非常鬼谱选拷的一件事 因为这是徒步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永无止境 这是非常累的 而且遇到比如说灾民 他们是很痛苦很心痛 但是你要花很短时间 要做出新闻 那是非常的压缩 所以其实你采访技巧非常好 不然就会问说 比如说家人过世 比如说请问你感觉怎样 他不是故意的 那有时候就是你直觉当下 你要赶快问问题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灾难新闻 记者会被骂的几率很高 但是灾难新闻对记者的心理本身 也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 那我只是先简介是说 像我灾难新闻大多数是跑灾 就是台风灾起这样 但是用双脚走 好几公里的路 然后到了一个很 总之就是很危险的过程 然后到了一个目的地 然后再赶出来 好 那 不好意思我讲的比较危险 大家包涵 那我先来谈一下这次高雄气暴 就是高雄气暴发行大短 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 然后我看到那个苹果指使出来的 然后我就想说 我也没有点影片进去看 因为我只觉得藏苹果的大惊小怪 所以就是藏金磨 然后就去睡觉 然后隔天早上就接到LINE 长官就说 请你去高雄机暴 我是休假的 所以 这是已经非常疲倦了 但是就是因为大灾难 你就是飞得你往上出门 他就OK就去了 那第一天呢 就是 应该是说最严重 那一天上网的那个晚上 是高雄驻地记者去 那我们是隔天才下去 所以隔天下去 大概都已经到中午了 所以那第一线 那一个危险 那个是没有经历到 所以可以 应该后来大家都有看到 那个苹果的记者 他没有搞清楚 就是他不知道那状况怎样 但是他在现场 就因为气暴然后就受伤了 可是这种事对记者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你在一个灾难现场 你能不去吗 就是说即便 你不是为了交差你的工作 你身为一个记者 你满好是想的就是 要把最新的讯息传递给大家 这是最本质的 但这个本质后来会 转换成什么结果 我们不知道 但是那个初衷就是 基本上当中记者 就会非常有这种 我们叫做记者魂 那可是基本上 记者也是一个劳工 他也不是 那公共电视不是我开的 我不是 我不是到现场说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被分配工作 那第一天下去 我就被分派到了 然后去跟行政院长 江仪化的行程 那是最痛苦的 因为第一 我们没有采访车 采访车不够 我要去追他 怎么可能追得赢 他坐的车都有交通 就是都会绿灯就对了 就是有交通的 感到都感不及 然后就真的也是没办法 就是拼命跑 拼命跑 那摄影很可怜 摄影机10公斤 那你明知道 那种大官来讲都是批划 是没办法 因为他是大官 他万一做了一个决定 可是一个政策的方向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这样跟跟跟跟跟 然后就是 我觉得都很无聊 然后跟到 他又要去做样板式的 去摘明中心看 就看摘明安置的如何 然后就开始又回起来 摘明就会说 我们很可怜 那我家里的房子坏掉了 基本上他们真正的目 就会做出一些承诺 这样 你觉得这没有用吗 我觉得有 因为他只要做了这个承诺 之后如果 居民的房子坏掉了 找不到人陪 这样的话讲的就是承诺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就是 记者要去监督他在干嘛 但我也觉得很讨厌 那时候还是要跟 那很有趣的是 因为这一次气暴 我比较没有机会 接触到那个灾民嘛 因为那天晚上 发生之后晚上就送医院了 所以你不会在现场 他会很血淋淋的 他其实很多故事啊 都不是记得 怎么讲 这很多故事 是从天而降的 比如说我就在现场 就是姜妮华在视察 开始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无聊了 我听到重点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看到一只狗 我就说 哇这狗怎么背上红红的 然后我就去聊天 那记者通常都要聊很多天 去了解很多事 就是你透过聊天 跟不同人聊天 去了解事情的原貌 就是说这个人拼凑这一点 那个人拼凑那一点 然后后来才问到那只狗 原来是他的主人 带他去遛狗的时候 就是爆炸了 主人就被石头压死 手上还抓着狗神 狗就活过来 那主人的那个先生 就去办后事 就把狗拖给那个邻居看 就是说透过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 真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一点一滴 就是让你拼凑成三满的 真实面貌这样 那我想各台都很希望去找到 赚人热泪的故事 因为他们觉得灾难新闻 这种东西最大动人 对 那我那一次的想法 我这一次的想法 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做 不缺我一个人去找故事 所以昨天我们长官 就叫我去做什么交通怎么恢复 我就说 我当然心里就知道 哇 这么白痴的新闻 叫我去做干嘛 好歹用一下我有的才能吧 干嘛就叫我交通怎么管制 废话就管制 等到可以走就可以走了 我没有办法 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说 交通管制这件事 有什么好深入追查的 我就说我不要 我想要去找那单管 在输送索丙吸管线的那些公司 对 我就去找华韵 那个公司 那这样我这一次的经验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握黄金第一时机 就是那时候 当大家还没有戒心的时候 你去问问题 他们都会回答你 所以那时候华韵 反正基本上就是记者都会耍 都会耍箭啊 比如说我就说 阿里昌龙都出来讲 你不出来讲 他把罪都推给你 你怎么办 然后他就是 他就会说 他就会说 好不然你来排 有人来了这样 这基本上都是耍箭招 让他觉得你是很有诚意 你想去帮他们讲话 但事实上不可能 是他们记者是 我们看起来很像在帮 但事实上对我们的 对我们而言就是想要 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因为高雄市政府一开始就讲 这是李长龙化工出的包嘛 那当然这件事 你要去检视他给你的证据是什么 他的证据就说 因为他的屏息坏泻 那这样的理由 对我来讲当然是不够强的 是口说无凭的事 所以我就很想去追踪 到底事发当时是怎样 那个事发当时我就不讲 因为好复杂 那个管线怎么收 压力又怎样 那一天我就想说 就是去了解 因为记者不是什么都学的 像我本身是学社会学的 你教我什么扁息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在压缩时间内 赶快去查扁息是什么 那现场是怎样 现场实话管线有几条 为什么有可能爆炸有怎样呢 就是反正你就是短时间 就一直问人一直去厘清 那后来我才问清楚 整个原理是什么 后来下午再去问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就照样在说 李长龙化工的出包 他们自己扁息外线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管子埋了三十年 就华运说的 华运说埋了三十年 你都不知道 然后高雄市政府就会说 因为他们没有申报 这些就开始揭开这整件事 你会发现说 各种说法都有 而且高雄市政府 完全不知道地底下埋了什么 这样子 对 那对于电视记者来讲 就是说 我每天就希望说 能多问一点人去问道 但是不可能我现在想要了解事实 所有人就会坐在我前面一个一个 给我问不可能的 就是反正有很多 你有时候很诚恳 有时候耍箭 各种方法 你就去找到人那种文章 那对于电视媒体来讲 一定要有画面 所以我们想要拍画面这件事 就让我又起了耍箭的心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管线是中油买的 然后我就去跟中油的那个储运所 那边负责管线 我说 拜托让我们拍一下 这样子 其实这一次我就不是少见到 我是用撒娇的 我说 你做得很好啊 这次是理想弄出包 那拜托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管线怎么运作 这样子 然后你就 你又透过它知道 原来现场三条实话管线 已经有两条 当然没有用 但即便没有用 管线里面都有 分别有一条是丙漆 一条是乙锡 总共三条 两条丙漆一条乙锡 这样讲很乱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 幸好管纸不是在泄漏的地方爆炸 不然高雄要炸掉一半 因为所有的兵器都在里面 那就是透过这样不断不断去找 想要知道任何事去找事情的源头 我们想要去离情到底责任归属 那当我后来 我只去三天 后来才知道说 又出现了幽灵湘潭 就一件事一件事慢慢揭开 所以我要讲这个过程 再在显示高同市政府第一时间 责怪的李长荣 不一定是正确的 李长荣管事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因为湘潭造成他秀石 当然他有责任 但是造成他秀石泄漏的是湘潭 不是李长荣自己 在法律上这样责任就不一样了 那可能到时候要申请赔偿也不一样 那我就是希望在这个灾难新闻中 不要只做人家有多可怜 比如说那个面店老板 大家应该知道 他说什么妻子死掉 只是回去把插头什么 我觉得那种新闻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想想做这个 我比较想要去追查原因 那我觉得能关乎更多人的公众利益 那这个事件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有一些噪音可以去追寻 那我觉得那也就是记者的工作 可是做这种事当然是不会被讨喜的 我觉得当然你们都很喜欢骂记者很烂 但我觉得我每次做这种新闻 你观众都不爱看 我如果做新闻观众爱看 我早就走路有风了 我还会被长官欺负吗 没有啊 我每次去做分析 都会觉得你做得那么无聊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寄生单单生机的那个问题 那到了 这个是这一件事 那你另外那个什么 别人能见证他的生活 我再有再讲好了 好 好 谢谢林欣彪林老师 那他从第一线的记者的角度 就更新很多 大家平常在新闻的表象 所看得到的 幕后的一些运作的过程 那各位听到这个 林老师的分享给大家知道 其实第一线的记者 他经常在跟时间赛 记者是一个非常脑力密集 也是非常劳力密集的工作 那大家常常批判 如果说站在新闻处理不强 其实各位涉嫌处理思考一下 他们在非常极短的时间 要处理这么复杂的议题 这些议题很跨不同的学科 要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那透过他的亲身分享 可以了解其中更多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再请这个 可能余老师讲 因为余老师他 他是我们的制作人 他是一个新闻专题的制作人 那他跟林静梅老师不一样 他制作了整个专题的规划 所以他可以从一个专题规划的制作人角度 来分享他在这个世界上的 他的实陆经典是什么 那我们请预料一下 大家好我是余丽萍 那我也是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其实已经是个观众 就是我们的岛街区的观众 那我真的是因为这个节目 才经营公共演示的 那我本身是学环境 就是海洋环境研究所 所以我进媒体界很清楚的志向 就是做环境相关的新闻 或纪录片或专题报道这样子 那我是2000年进到公共演示 最早是在公司的 当时是深度报道 就是当时公共演示 是不能跑daily news 因为公司法的限制 但是我们还是有个深度报道 只是每天也是要出新闻 可是跟季梅他现在出的这样子的角度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他比较算是两三分钟的深度型的这种专理报道 然后之后才到我们岛担任专理记者 然后现在是我们在岛著作人这样子 所以就是从daily news 然后专理记者到规划者 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2000年进到公司之后 最早跑的这个灾难新闻就是 淘尘风灾的纳利台风 那一个是在台北也是在南投 然后之后还包含了 就像是影独立新乐客 然后爸爸风宅 其实每一次重复的事情都在不同的地区上面 那或许待会有时间可以到他 可以分享一下这种天灾型的灾难新闻的一些历程 那我先讲就是回到这次高手气爆 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专题新闻 或者说我们的角度跟想法是什么 其实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 就是有这样的事件 是当时我们都以为是这个瓦斯外线 那当天就是我们的新闻部的主管 有一个line群体 大家都开始在讲这样的讯息 然后由南部记者就是开始已经先去拍摄了 但是到早上的时候就是我我确定就是 确定那个张家柱他讲说就是可能是屏息 然后是石化原料的时候 当下我就是决定说我们的岛 因为我们的岛节目是一个以环境为主的新闻掌制 它跟一般的新闻掌制 它跟一般的新闻掌制不一样 所以当下我就决定说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专题 因为我们关注这个石化产业对台湾的环境影响这么多年 那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老牌的节目已经实行的节目 我们绝对是不能不做 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我要做的话我要做什么 因为专题新闻跟内容又是很不一样 内容又是每天其实它必须要很快速的去传递这个讯息 可是当第三天第四天已经发生的时候 这个专题新闻它可能要有更多不同的观点 甚至是不同相较由daily news 或是其他媒体不同的观点 所以当时我收集一些资讯之后 我就把节目区分成三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是由我决定再去额塞一点进程 那第一个区块我的规划就想说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 讯息都是很片段 所以我们也没有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状况 其实当时我或者是我们记者自己本身没有在现场 可是我可能有在地的记者 我是不是可以搜集画面透过访谈的方式去还原这个真相 然后了解说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是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状况 跟是不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错 这是第一个单元大概十几分钟我们的规划 第二个单元的时候 因为你很明确的知道是管线出了问题 但是管线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我们的管理机制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状况 下面之后又有什么幽灵管线或是香港等等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第二个单元做分配给记者去做 针对这种石化管线 或者是化学药品管线的一些问题 那第三个单元是 我在跟其人沟通的时候 就大概有比较不一样意见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很希望做的事不是只有这一次 而是说高雄长期以来 其实是被石化产业包围的 那我自己其实在高雄住过两年 是我在五年初 对高雄非常多感情 那我们也做过非常多的报导 我想要呈现说 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次 以后长期以来所遭受的石化产业的忽然问题 健康风险的问题 甚至在这个历史上 跟石化业的爱恨情仇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部分 让大家更深入了解说 其实高雄他们所承受的石化之恶 就是爱恨恨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要做第三个单元 那我们可以做这个第三个单元很大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导游累积了 非常多的影像资料跟资源 就是以前我们做很多报导 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一位记者 整理出来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就是高雄从那个日记时代 在当时就是有一个内容厂 到中油体内容厂开始 其实有非常大多的石化产业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历史想要整理出来 那当时记者有一样的意见 他觉得说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第一时间播出太冷了 因为观众会想知道说 你现在发生什么 可是你现在告诉人家这个历史问题 可是后来我还是 有没有一点坚持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然后之后我们的调动方式就是 我会去选择比较适合的记者 所谓适合的记者就是说 每个记者他有自己的专长 可能他有跑的路线的异样跟速度 那因为这事件是礼拜五发生 那我们节目是礼拜一 所以我们整个专题 比如说一小时或半小时 节目制作时间 我们可能只有不到三天 那包含了拍摄协导姐姐 当然没有像Band News 这么压缩到半天或几个小时 可是对一个专题情来说 他确实是就是有点压力 所以那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 将记者调度记者 然后让他们赶快下去之后 那在北部的行政人员 就是我们的执行之座 就是开始搜集所有的 七报资料的新的画面 包含Band News 记者像金蕾安排的东西 或者是当下就是第一时间 公司Band News 记者拍的东西 所有东西就开始搜集 然后我就协助看这个画面 从中间挑出一些重点 然后不断的跟记者讨论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就是 去确保说内容 就是他们在现场 因为记者在现场其实是 我觉得我自己也 就是以前这样 因为我知道 那个压力非常大 你知道游戏长官就是说 欸你去 那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观点 你要你要找谁 你要反问谁 那些东西就是马上立即 现在就是不可能能帮你 就是现在就要出来 那你如果不出来的话就是 就是开天窗嘛 那当时我自己压力很难 那当时我自己压力很难 那如果记者时间不够了 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够了 我今天就是开天窗嘛 那那要怎么办 这样所以其实大家 都是在一个这样紧张 但是我们是采取集体作战 跟工作合作的方式 去完成那个专题 所以现在的专题也在 就是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就是大家可以在 巨头上面找得到 然后之后在后续的部分 就是第二个礼拜的部分 其实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做后续 可是这个人体上就是一下 下去了四组记者 然后只有六组记者 那每礼拜都要播一小时 我长期没很清楚 就是每天 你就是要采取这一小时 所以这个人力调动 跟这个产次上 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后来我就 因为那时候我们剪辑 剪影显宝 其实都是熬夜到天亮 所以后来我就让记者 稍微休息了一天 到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是在第二个礼拜 是要下去 可是是第三个礼拜 再播出后续报道 那第三个礼拜 再播出后续报道的时候 逐游就是晚线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自己 我现在下去做了一个报道 然后当时下去做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们是在着重在它的成因 就是究责这个部分 可是当我下去的时候 其实后来又增加另外一个报道 就是关于那个灾民跟水灾的部分 那当时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看到 就是说水灾的状况是 就是他们的血管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严重到已经充实到他们的放物 然后甚至地基 然后甚至我们当时是挖了 就是一个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 是用徒步走完所有的灾区 然后就是等于是所有去了解状况之后 然后跟居民先稍微聊天 然后了解整个情况之后 我们当时就决定说 似乎除了救责之外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成因之外 其实在于他们真正最需要的东西 其实有更多 比如说他们很担心 他们的房子可能会不会倒了 然后担心他们整个 因为水派水落地 导致他的行动涛空 一直涛空到其有 然后甚至他们希望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所以后来我就做了 第二个后续的报道 就是这个水火结成 就是说想要去呈现的观点是说 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 其实已经承受了第一次的灾难 可是第二次的灾难 它其实是因为有很多问题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系统设计 那因为太多依赖这个 都是下水道系统 然后跟这个管线 跟地下水道共够 所以让这样的问题再产生 然后产生了第二次的灾难 就是他们保护被掏空 所以我马上就约了这个建筑师协会的 等等的人员 然后才发现说 他们其实有在当局里做这个房屋鉴定 然后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出了第二个专题 那在做这个第二个专题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有点争讨 那是说 因为我当下去要判断说 我可能可以做出来 然后素材够不够 有没有观点 那其专题爸爸很强调这个观点 那一直到我拍摄的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非常非常确定说我可以做出来 然后我去才去马上约访相关的人 然后也是在 大概礼拜五回到公司 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博书这样 这是整个你的过程 那我觉得做专题报导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 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战略报导 或是我去做 就是当然第一次 我要去呈现事实的真相 但是在我们的乱资讯当中 专题报导它有比较多的时间 那我就必须要把这些真相呈现出来 然后找到问题 然后了解居民的困境 甚至这个问题真正的原因 那是不是有可能去解决 甚至防止下一次的发生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说在现场的判断 跟做专题的出发点很重要 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要报导 那我要做什么 要有这样东西的时候 我才能够知道我到底要采访谁 或采访什么这样子 谢谢余老师的分享 我们看到在新闻专题的制作过程 因为它是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 其观点非常重要 那刚刚余老师讲 它的第一集的内容 其实你各位回去可以看 我们哲武的演出上面 我们这次的新闻传下面就有连结 各位可以点去看 可以看公司真的非常地认真努力地去拍一个 非常有夸任的一个灾难新闻 这样整个新闻的处理不只是着重在灾难本上 可以把它拉到一个更宽广的历史 麦路之下 去看到高雄这座城市的命运之上 所以这次的专题非常旺的地方 我很建议各位回去 就花一个大概 加钱大概五十几分钟的时间 把这三段也可以拿开 这就非常精彩 那我们接下来试谈 其实公共电视台 好像绝对是最优质的电子 各位保证 因为我家长期都不装闭示台 我一直看公共电视台 因为装闭示台看其他的新闻 等于是多余的 平常会看电视 看到一个小时之后 我到底看了什么 好像没有任何资讯 任何要看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 只要真正有兴趣 看公共电视台 资讯非常充足 可是我们不免要看好整个媒体的环境 那我想 那等一下我们先请毕老师回答 他说 对于我们台湾 总体来讲 我们的媒体在处理灾难使用上 您的观察是什么 你觉得有什么 一些可以争点 或者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用 好不好 那请给老师 这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我又 我看到的 在灾区看到一个 先上讲 先在媒体记者的困境 跟那个 就是刚刚既没有讲 就是像那个 江丽华院长那些事情 那我下去的时候 其实也同样 发生了就是江丽华院长来 来那些市场 来灾区 对 然后当时 其实我们有 Bending Use 的记者在 就是美日新闻 那其实因为我们 电视也要画面 我们专题在讲 这个 一些东西之后也要画面 其实我们需要那种高画质 就是HD的影像 所以我跟 我们室友去拍了 然后当时记得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你要塞 我想说 基本经验比我更多 就是你要塞进去 然后看到他的头 拍到他的头 就很困难 然后我在想说 我 那我为什么要 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拍 然后所有的媒体都在啊 然后有可能打开电视 所有的媒体都是很大的新闻 就是院长今天来啊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做什么这样子 对但是 就像记得你刚刚讲的 就是有可能他就是做 就是讲了一句很关键性的话 那有可能就漏掉了 那所以就是所有的媒体 都会怕漏新闻 所以常常会 一磨蜂的去拍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就是包含我 就是以前在 就是演讲过上课有的 几个年轻的记者 就是以前是学生 然后现在刚出了好新闻的 就是弟弟妹妹们 然后就算是学生也好 然后我看到他们在 厂久的新闻 然后那个院长啊 就是已经很靠近 到现在的就是凯旋路 其实现在是凯旋路 很高级 然后他们就爬到那个 那个瑞士那种 像小波拍子要上 然后其实我已经快要 记者摄影机都快掉下去了 我自己心里 然后我答应说 小心小心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说 其实这不重要 你不要拍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不会下下去 那没办法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今天 没有拍到那个画面 那他可能就没办法交差 然后甚至他可能 会被骂的臭头 甚至你就漏了行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漏掉新闻这件事情 在他那边来说是状况严重 然后然后就会导致很多的 出来的新闻 要嘛就是一样的 然后要嘛就是 其实他是没有观点 跟想法跟分析的 然后同样一样的资讯 要嘛是当你 比如说某一个人啊 某一幕人家 他可能很悲情 然后很怎么样的状况 结果A台有去报了 那你B台就会说 你也要去拍 就大家重复去拍了 一样一个人 然后就全部 往那样子的方向走 那很多的观众 其实也太爱看 就是有故事 跟有些有类的东西 就比如说像我们做那个报导 我朋友就说 好冷喔 难道看完这样子 但是我们真的很想要去 好好地分析它 所以有时候不得不 就是你会看到现在 媒体的一些状况 它是非常多成因造成的 所以我其实有时候 自己会去看那个 我自己说真的 我只在公共电视的时候 会开其他的新闻去看 就是每天会仔细看 可是回家的时候 我家里是没有第四台的 我自己也没有第四台的 可是你有时候去看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会很矛盾 你可以了解那些记者们的痛苦 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反抗 你为什么不反抗 可是你也知道说 怎么反抗 然后在这种观众跟那种 就是 那个收视率跟那种的 很多的挣扎当中 你会发现出 它其实存在很多保护 所以不是说 责备记者 或者责备讲官 或者是 它是整个一个体制 就是产生产生下的一个场路 那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 我讲一下我自己在采访 那个灾品 或者是那种的挣扎 我还可以理解 尤其在商业电视台 因为我没有带过商业电视台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就是一直都带过电视 从以前到现在 几乎都是我自己去决定题目 或者是说 我跟其他台湾题目 就是我跟长官台湾题目 可是我可以了解就是说 那些记者在采访那种 的那种压力 我讲一下就是 这一次我下去采访的一些 这好像可以理解 可是我讲一下就是 我这次下去采访一些灾民 甚至是直接受害者的一些经验 就是其实我也很不想要 去问人家过去的事情 或者是我很不想 让居民去回忆那个状况 可是有时候你听到的东西 其实你不论从别人的引爆 或别人转述的东西 它其实都是片段 不真实的思绪 所以我们有时候 就不得不就是 还是要去问一个居民 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当时的状况 那我想要去问这个东西 其实是想要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子 那每一次就是会 阿姨啊或者是大姐们 就会开始掉眼泪 然后我就在旁边跟自己掉眼泪 然后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自己有点不忍心 所以我自己知道 我问我自己说 那我为什么要去问他 那我问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一直到就是 有一个阿姨 一直对着镜头 一直骂一直骂 骂政府然后骂 就是骂骂骂 然后他 然后我就让他完全就是 就是让他书法 讲姿姿妈妈 然后爸爸就说 他直接觉得说 好像讲完 有好意见 这样子 就是有出口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他们没有出口 所以当时 我后来第一个报导的时候 我第二个报导的时候 其实做了很多 关于灾民的一些先生 他们的一些想法的原因 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听到 他们现在最需要做什么 就除了究责之外 然后另外就是 我采访那个消防队的大队长 就是当时在现场的一个指挥官 那是我这一次采访 觉得有一点残忍 但是也让我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 就是当时 是事发当时 他在现场做什么 然后他们的这个 就是消防队人 是死伤 弟兄最惨重的 然后当时我要来看 我刚刚约说 其实我很挣扎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 要做一不记忆片 就是想要把这段东西 完全留下来 然后希望说 未来不论是国内不外的人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 可以知道来用去 还是什么 所以我还是约了他 然后他也答应我 然后当时我约的方式 就是说我希望说 完全配他时间 你有空的时间 然后我开始去问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他不是不愿意讲 可是他对媒体 非常的有戒心 比如说我只是问他说 那当时我可以还原说 当时你们当时做 就是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的简单 然后他就发现说 因为媒体报导的 等官就各种媒体报导 会指责 指责说 你当时就是没有先 为什么先杀碎啊 然后杀碎可能你 巴舌什么问题啊 甚至说 他并不是回答我说 哎 他做了什么 然后一直回答我说 我们当时 爬水是没有问题的 是对的 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压力 非常大 因为他不想去 就是因为他等弟兄 有非常多过失 然后他一直想要告诉我 我说他尽力 这样 所以后来 后来 后来我就感觉到说 其实媒体的报导 当大家在究责的时候 就是这些报导 就是一直在去究责的时候 有时候你只是片段的资讯 你可能会 没有办法得到满整的资讯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 就是一般灾害性 麻烦 都是骗段 骗段 骗段的资讯 然后很难道 没有办法得到真相的时候 其实会对很多事情 有负面联想 真的造成伤害 然后后来我就转换了我的物化方式 然后我就几乎让他自己去讲 然后一直讲到说 他一直讲到最后说 嗯 当时其实他们发现 就是 是西类 其实他们很有趣 也是片西 是西类 然后中游说 啊 下一盒一个 可能是李成荣的 刮工的管线 然后他说他当时 在拨那个电话的时候 要按下去的时候 就爆炸了这样 就是他就一直一直 让他 让他去讲了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他也同样好像有一点点 跟阿嬷的感觉一样 就是好像自己 收了一口气 那所以后来 我自己也去 想说 其实通过一些 采访的过程 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嗯 不要去 只是去想问到自己想问的 而是尤其面对这些受灾 或受害者的时候 让他们讲出 他们想讲的 然后 或许对这个事情 或对他们自己 是有帮助的 然后在同时 他们也希望媒体能够呈现 最真实跟最直接的部分 那回到就是台湾媒体的 我自己觉得灾难新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就是 运窩蜂 不是因为趴路新闻 会运窩蜂的去报道某 某 某某一些事情 而忽略了可能你有看到的东西 就像那时候 很多居民的建筑 或地下是烟水 它可能是整个水灾造成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造成水灾问题 在风际是比较有人被提及的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在大家也想找出这个凶仇 然后在一直究责的同时 有可能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 或是视觉 就是说你的自己的想法 或思绪是有限的 所以常常很快速的产制之下 产生的就是很快的去指责 然后这样的指责 可能是错误的 然后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 未来灾难新闻可以再做的话 其实是必须要比较完整的 或者是有配合方式去呈现这个部分 然后面对有一些灾难现场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以更高的角度 或更周围的角度去看 不过的东西是 都是还是需要时间跟人力的部分 对 好 谢谢余老师的分享 那要是让你客气 如果你有没有太重的批判 他都指出台湾灾难新闻的问题 他就特别有重 第一个就是一窝蜂 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一种心态 集体的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怕独漏 这个怕独漏多严重 因为我研究了这些新闻 所以我很多男友在电子媒体接工作 那这种结项非常出现 就是在电子媒体里面 我有很弹大的电视墙 然后他们主管就随时在牵抗 每一台在报什么情况 然后发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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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质给你这么庞大的压力 然后你独漏的一个压程都被拿口干一顿 这种压力是随时有存在 好 等下进一步 我再请你这个老师谈一下 它对于 因为它跑的电视运动 它的感觉应该特别不一样 它对于台湾其他的电子媒体 还有电视运动 他们在跑这一次的灾难新闻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它的官场 我请你这个老师 像我们那个电子媒体 基本上同业都会 你会跟同业和平相处 比如说我刚刚讲 你拍姜片场或摘米什么的 大家挤成一团 如果没挤到没拍到 你怎么交差 要去跟同业尝啊 所以你不太会去对同业说 你很白痴或什么 不可能的 大家出外都是尝朋友 长官不会帮你认得吗 所以在外面 就是跑灾难新闻 基本上大家都会彼此了解 彼此的处境啊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 只抱着眼睛看到的事情 说比如说 这个灾难有人受苦了 哪里路被破坏了什么的 就是说大家不会去想 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即便是应该不是说成因 就是说很多 我觉得灾难背后有很多细节 应该被检视 那这细节被检视 可能可以放到到整个机制的问题 那我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啊那个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就说 那一天晚上就说什么 不是那一天晚上 好像隔天他就说是扁息爆炸 但后来环保署又举行记者会 他说爆炸前其实不知道任何是什么气体 也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高雄那场气爆发生之前 完全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可能那个消防队长要去查证的时候就爆炸了 那这件事重要吗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爆炸代表我们毫无所惜地下买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化学物质是什么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怎么会没有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后来环保署那个记者会啊 我就开始非常有兴趣问了 他就说因为九点钟先冒一些就是有外野味道 然后十点 因为这个台湾有毒灾应变 就是环保署有毒灾应变 但是没有一般的化就是化学 这不是毒化物 石化是原料它不是毒化物 所以没有专门的检测的机构 所以这是发生的石化 不是这是化灾不是毒灾 所以那时候要先找环保署的毒灾应变队来检测 然后一开始传是瓦斯 大家就开始检测瓦斯 奇怪不是啊 那简易的东西查不出来 我是不是就要去搬复杂的 高阶的 然后搬搬搬搬 好 那它先踩了空气的样子 怎样放进去就整台爆炸了 所以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就是丙溪 那被爆炸了什么器材都没了 就就爆炸了这样子 那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 哦好 那爆炸 结果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它是丙溪 是隔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 就是说这整件事为什么我们要去探究 就是复原第一时间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们都不希望我们既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牺牲了 我们不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以后怎么防范 这白白牺牲这种事任谁都很难接受这样 所以我觉得灾难新闻在其他台 它就是比较容易去关注表象的事情 他们对于后面的探究 而且可能没有立即有答案的这种事情 他们都会认定这是没有市场观众不爱看的 那我刚刚讲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认为 我觉得每个人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真实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是谁出了什么错 哪个完结 那我特别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 你如果以后再不知道第一时间怎么检测这些就太扯了 所以可能它的那个整个检测的SOP它要去改 它要 其实有一种机器叫什么英文名字O1 那种机器五分钟就可以测出气体了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用 所以说这一件事情会让什么毒栽应变的SOP 可能都要去调整 以便在下一次我们可以因应相同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记者就是要去看这些细节找出这些问题 希望社会能够去检视 然后进而去调整我们过去的做法这样 那所以其他媒体 其实环保署这间记者会我觉得好像只有发 其实我不是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连平面都觉得很无聊 我不知道我是没有看平面好像没有报 就是你会很奇怪 台湾媒体环境怎么这么奇怪 但明明是这件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都无报 那很尴尬就是长官就只看报纸 结果报纸没写就表示你做的不重要 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两难 就是其实因为我已经跑这条线跑了十年 所以我的经验一定会比跑两三年的丰富 所以我的想法本来会不一样 但就是很奇怪 电子媒体就是原罪就是 大家也不太信任 也觉得我们都很笨这样子 然后长官也觉得 平面媒体比你厉害 然后有一次我就生气 我说你知道平面媒体 那个都菜胶啊 你叫我去抄他 对不对啊 然后他就直觉我 我什么脾气这么坏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电子媒体 你都很爱看报纸这样子做 那我另外一个很深刻的今天就是 看到其他上夜台都做灾难新闻 这是八八公灾的时候 那我不是 我是第二天路通的时候上去的 那一上去啊 非常非常的震撼 就是你眼前就是一片土石眼墨 很像 我知道某个西藏山区之类的 我不知道觉得很慌 我不讲 可是那个断路之前 有很多那个 那个香啊 金子水果什么的 就是要那个 他们对就是 带这些东西要去 遥寄自己的家人这样 那我很震撼就在于 一走到现场那哭 真的叫断场 就是你的家人凭空消失 就哭就哭 那我哭 就是你知道你要去采访 但是你看到他在哭 你好震撼 然后我就好挣扎 我就想 我的工作是能够找到当事人 或是当事相关的人去描述他的心情 或看到的东西 我知道这我不是为了 不只是为了交差 当然我也不否认我有交差的心情 但是我知道这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里发生什么事 透过媒体你们在远端可以知道 这里发生的痛苦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眼泪也是很真实的 就是你如果有听到那个声音 你才知道那失去家人有多痛 就说 我说他们很痛 你一定不会感觉 但是他哭的那种声音 你一听你就可以触动你的心情 那那时候我就心想 我实在没办法过去拿麦克风对着他 他在哭耶 好即便他哭完了 我也觉得好正常啊 对啊 那我就对我旁边的客户台 我就说 天啊这怎么问啊 这怎么访问啊 他这么详醒这样 然后那个人就回我说 就去问啊 不然你就坐办公室就好了 你就不要来了 其实有的人会觉得 我们来到现场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他没有去想 其实你凭什么打扰人家这些事 所以这一直告诫我自己就是 当然记得 当然你的那个 麻烦都好 你要好好观察 你不要人家扑不上去 不好意思什么的 那绝对不要去打扰 就是第二个 你知道你要问什么 就是比如说 你要去问这些人干嘛 当然就是去问他的心情嘛 那我的选择就是 我如果要打扰你 我只要选择一个 那个 就是心情比较平静的 那哭得很惨 又刚哭完 你还去问他 我觉得这样也太多白我了 然后我就看 有其他人走过来 看起来就好一点 就去问他说 不好意思 我打扰你了 那我很希望说 可以跟你做个好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我觉得就是提出要求啦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这其实只是做人的道理 也不是采访的技巧 就是你要实时去思考 人跟人之间 那个同理性啊 还有就是你能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要交差 我真的时间很赶 真的没办法 但如果是我真的是这样 我宁愿被长断骂 我也比较受到良心的谴责 就是如果我这样选择啦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 那是我那次印象非常深刻的 然后他就 那个接受我采访就说 他说为什么那个 线路山会崩山啊 就是整个崩掉啊 就是因为什么越狱淋水的事情 就是要把山洞淋水过去这件事 他就说 我跟很多媒体讲 他们都不理我 拜托你写一下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公事会谁放心这样子 对就是 我觉得在三岸新闻 大家 究责是很重要 但是究责也不能乱究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 不是严见就为真 所以你要 你要至少听过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说法 你才能去拼凑出一个事实 这样 所以我觉得真撼新闻 就是对记者 在劳力 在体力上已经是很大的富豪 但是对劳力也是 但是你要迟迟去想到 你可能可能工作 像那一次爸爸梦灾 我连上了九天班 我真的觉得零肉分离了 我也快要疯了 但能怎么办 你就是撑下去 那像那个 每天都在那里 掌握就是要你伸心闻 那我就守在那里 然后去人家沾你安置所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又来了这样 他说 我都给你顾过了 你又要问多少 人又死了 你又要问什么 就是他们都会对你很凶这样子 但你就是只能配不失 因为就是 他们有他们的情绪很正常 那媒体去打扰了你 也是几次知理亏端 但是就是在一定程度之内 就是带着礼貌与诚恳 希望能做到法过 那就是我会去想 对 有些人他真的是 讲了他就可以发现 他觉得有媒体在关心他们 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媒体 被帮他们发声 对 甚至我们再去问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就知道他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变成是一座桥去联络的一些事情 对 那另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观众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对 但知道这些事的前提 不代表我们被赋予无限上钢 粗鲁 侵害别人 打扰别人的权利 我觉得这没有很直线的规则 但是就是 就是 真是透过一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啊 对啊 像讲到不是灾难新闻啊 前阵子不是那个 陈正元 就是那个论文造假那一个啊 那个他就是害交易部长下台 结果那天我就被教去赌他 去国科会 对不对 现在改成国科技部 那我就明知道 人家就已经那么落魄了 他就已经害一个部长下台 他的论文造假 他可能什么都没了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是前途的吗 但是他就是一个新闻人物 我们就是需要把最真实的一面给观众看 那他就来啊 就被我认出啊 我就一直问他问他 那科技部的电梯又好像死不死 超久的啊 他就正在那边被摄影机跟媒体包吼一下 没办法无处可逃 就一直问一直问他也不讲 对啊 那基本上我不会觉得我理所当然可以做这些事 所以我问完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也是因为工作上 我需要问你这些问题 我了解你不回答 就是你的答案这样子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很多事情真的没有什么采访的技巧 就是做人的道理了 对 那我们希望极尽可能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真的也是会失控啊 就是有时候被惹得很火就跟他对骂了 有时候你只是要说不好意思问一下 哎你今天去这些什么啊 你呢 都会不会死啊 啥啥啥啥啥啥 对啊 我常常就是去问水果价格的时候就会被骂 就觉得我是惹到你什么 你不想这样算啊 然后对啊 也有跟人家吵架过 都发生过 这就是 对啊 这个这个行业就有很多这种 这样的挑战 好 谢谢 还有很多这个线上记者的一些 处在的跟消息来源 当然新闻当时人生互动的一些 我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 新闻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的使命可能在什么地方 他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 两位最后的问题 我们这问题讨论完之后 我们就开放给线上QA 所以大家可以先酝酿一些题目 等下我们最后半小时 我们到这里办结束 我们九点开始 我们就开放给线上QA 那这之前还想请问两位 这个问题啊 让我想起 前一个台湾相应的部片 一个朱立烈病 或许如 可以叫第一千次的网难 应该是这样第一千次的网难 他这个战利记者 他到战争的现场 去拍一些战争的灾难的画面 那那女儿就很好奇 就问他妈妈说 妈妈为什么你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他抢人家就简单说 他很简单只会愤怒 可是愤怒说 为什么在世界上 这么多不公公义的事情 我必须要到现场去见证 和把这些花园传递到 每一个人 他假设跟他平面计则 平面摄影计则 他假设每天 大家就早上早餐的桌上 就放上他们的报纸 那工作就是希望 把这些不公公义的事情 那些生活得非常舒适的 每天早上看 早餐的报纸的时候 能够反思一下 到底 我们应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两次很深的愤怒感 就是他的 他那个战争记者的一个 做那个使命 那所以我想要请教两位 我先请余老师给他 就是 你作为一个环境记者 那是什么时的 你要作为一个环境记者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 未来要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 年轻院的一些建议 你要做 为什么要做环境记者 就是 我想要改变 就是我想要改变 改变环境 就是我当初会看我的老节目 然后进到 就是公文宴市 做一个 也就是做这个 现在才能做一个原因 我觉得媒体有它的力量 即使你影响的是一个人也好 那那个人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 那我觉得是 我到现在又没有改变的初衷 即使你会觉得说 有些事情不是 像场中中的那样子 所以我一直很强调说 不论是做记者 或独立记者也好 就是你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这每个报道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你自己 为什么 那当然有时候是会凝望 就是难免 就是在每天产生过程 可是我觉得一直要实施 刻刻提醒自己这个部分 那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而做 然后你想要改变是什么 或你想要说是什么 不论是事实也好 军的会计也好 改变政策也好 然后或者是 有可能去做什么事也好 就是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图片记者 如果要报导灾难新闻这件事情 有几点东西是 必须要非常注意的 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比较没有经验的新手记者来说 就是我以我之前拍播 就是像第一次 就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灾难现场 就是派出台风跟大力风灾来说 好了 我觉得就是自身的安全 你要了解这个环境 尤其是报导这种天灾 土石流这种现象 这样气泡是一种也算是灾难 但是它算是人祸 尤其这种天灾自然状况之下的话 你真的是要非常了解这个环境 或者说你要注意自身的这个状况 去做一个独立几则 是你自己或是一个人 比如说当时我在报导那里台风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自己公共电视那里淹水 然后当天我是从南头下来 就是拍东西下来 然后到现场就是 然后发现我们其实是观察到 就是我们旁边的蜥已经开始长起来 所以当时我跟摄影师没有回去的 就是我们已经 应该说已经下班 才让我来回到公司 可是因为我们在回到路程当中 发现我们旁边的蜥已经快到这个满水位 然后看雨室的状况 所以我们判断是没有 就是这个不会引起暂停 所以我们没有回家 所以过了几个小时 看雨室 越下越大的时候我们出来了 我们出来的时候当时学来很少 可是当我们一直走到那个东湖路的时候 雨越下越大的时候 水已经满到 其实是我的 快到我的腰了 然后当时要判断 到底我还要不要再走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摄影师是比较有经验的 然后当他很想不许拍 因为我们当摄影师就是 因为拍到那个第一个画面 那个真心点的画面 就是他们是不会放弃 然后其实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是就是比较有经验 然后大概才跑 跑去一点左右 因为你有经验太多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所以我就 就想说是不是要过去 然后他就考虑了很多种状况之后 他就继续放弃 然后这个放弃的决定就是 确保了我们的安全 因为后来有个阿伯在对面 然后他一直要过来 我一直大喊叫他不要过来 然后最后他是几乎是 就是走到一半才也被冲走 就是整个整个水机 变成一条河 然后后来就是就是能去救他 所以因为当你一个人去灾难现场的时候 我其实在那种土石流的时候 你要判断到底脚下这些东西 是不是受冲的时候 其实是第一个是 你必须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 然后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是要了解这个自然环境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我觉得独立媒体 他应该要去更报道一些 主流媒体他没有被关注的议题 或者是现象甚至角落 比如说像在那里台风的时候 大家的所有的焦点都是在台北 台北业人真的很惨 可是那时候我们其实是 后来是去了西南沿海 然后去西南沿海的时候 当时其实有非常多地区 是淹水量严重的 可是我们是第一家报道的媒体 然后当时所有的阿伯阿嬷 就是整个村子都淹水 就是他们还要坐在水中吃饭 然后整个全部都淹水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被遗忘的村落 然后全部都没有媒体报道 然后所以他们是一窝蜂的涌上来 大概有十几个阿伯跟阿嬷 他就跟着我一直讲 我已经听 因为我台语没有非常好 然后他就是又四几个阿嬷 还没一起讲这样子 所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采访 然后他就一直这样 我觉得你的周围全部是谁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它是一个在 除了媒体或中央媒体当中 是被遗忘的 那我觉得这样东西才更需要 一些主题媒体 或者是要公共电视 它食品必须被关注 因为你 洋方西转一转 每一家都不好要的东西 那那些没有被关注的角落是 是更需要独立媒体的 那第三个部分是 我觉得独立媒体 就是在你报道那些 不被关注的议题 或者是很多议题的同时 你要注意到就是说 不是 就是不要只截取 中间的某一些片段 然后把一些正义无限上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还是必须要真正的了解真相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看到 这剧你很可怜 然后我们就一直帮他说话 他说话 他说话 就是党额有点像是 站在这个 有点像是 angel 谈点或摄影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记者 他也必须是 具有这种厘清真相的功能 所以绝对不要就是 把一点点小小片 让我们介绍到 然后你必须要站在 比较高的角度 去看清这个事实 就是说 我不是说不站在灾源的角度 或者是说我们要站在去找到原因 为什么这个灾难会发生的原因 然后站在比较红板角度去看 但是即使你做图一记者 也必须要这样子 绝对不要断章区域跟检取片段 比如说就是我举那个 李杜利台风跟陶智台风 还说就是 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就是 就是受灾 甚至家里就是有上榜的领状 那在采访当中 你会非常难过 可是就是旧环境 就是旧环境 就是旧环境新闻或我自己 就是对环境了解的角度 其实它有一些灾难的发生 其实是人的因素 并不是完全是自然的因素 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当时报导 在新社的地区 或者是在南投的地区 它有一些地区 就是居民就会觉得说 你这边就应该帮我盖一个提防 或是你是因为要在 我已经受灾了很多 自己的人的字 你就要帮我去弄了什么东西 挡起来这样 可是明明那个地方 有可能是行水区 或者是曾经那个地方 在九月一地震之后 因为为了要发展这个 就是社区旅游 然后就把很多树砍掉 种了樱花 甚至为了要去发展这个清水 然后就把这个河川盖起来了 然后这时候如果 就是我们只看了片段 就觉得说真的非常非常可怜 然后他们受灾非常严重 所以就是截取了他们的片段 然后只是看到了这样现象 就说对啊 这地方就应该要盖选民 要盖提防 然后应该要把它再重新弄起来啊 那有可能是下一次灾难再发现的一个源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 我们做这样独立媒体的 其实在那种灾难现场 就是在这种背向当中 就是有时候就是 每个人当然是很感兴 而且你会感同身受 但有时候就必须 尤其在晚上夜深人际的时候 要让自己理智一点 重新去搜寻资料 然后去理性这样的状况 然后把这样真实的状况跟诚意讲出来 那这样讲出来的原因是 避免下一次灾发生 也让这一次的灾难 是不是可以就此停止这样子 这是如果未来 大家都独立记者获报 我们现在先想到的一些想法这样 那我会请菲英老师的关系 刚刚是讲说 那一千次当记者 对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不会做其他的事 就只能继续当下去这样 因为我觉得记者其实就是 这样很震惊就是 怎么样追求事实真相 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 我觉得人是很有趣的 好应该不能只说人 但道路我也很喜欢 就是因为我跑完近了 我就觉得我们活在一个 有生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 对生命的触感的追求 就是说我想要看到 就是希望让更多事情 可以呈现出来 那我自己不会很倾向觉得 我要帮你们判断 或是 我觉得我应该把事情讲出来 让大家判断 那大家应该去 试着去想要怎么改变的 比如说我今天采访到一堆受苦的灾民 或什么的人 我会希望他们去厘清这事实 好我又讲差了 应该是说比如说我在说谈平大会 大家觉得他很无聊 而且那不是一个很棒的战场 可以出名的战场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喜欢 站在舞台上被崇拜 或甚至有些记者也很喜欢 人家觉得他是正义之神 每次有人在跟我说 说我都好恐惧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我又做错决定 或者是写错事情 都有可能 对 那我觉得很多环境议题 或者是你要去守护一些事情 是必须透过机制内对 就是说你不能每次都说 你要革命但是怎么去斩首总统 好可能啊 甚至有民主社会 就有很多机制可以去参与 像我讲的法庭 就是一个非常多工铺燥 但是它是监督政府很直接的方法 对 那这些方法就是可能做了 没有人会觉得你很棒或什么的 但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当地的开发 你去参与这个 你从头到尾就是去监督政府 哪里有问题 你不要等到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 你才来说政府很烂 对 当然政府很烂 然后呢 所以你要在他烂之前 防止他去做那一件烂事 那这次我也不知道怎么扯到这里 反正就是我觉得人很有趣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 去过更好的生活 看完自己的生活权利 让这些东西不会从天而降 就是你通过吸收各种资讯参与 然后去改变 然后去改变 这样是回答我也知道 对 谢谢 那刚刚我们大概小时的时间 我们再开发给县城人们的气温 然后我们先收集三个问题 好 一 1 2 3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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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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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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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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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4 5 兩位老師好 就是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詢問 就是那個時候 我碰暗前幾天的時候 是有一個台湖 而且有點久的時候 我就忘記他名字是什麼 那個時候我人剛好在畫臉浴椅 被從事教育服務隊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浴椅 就是風災狀況非常嚴重 然後雨漬非常大 所以隔天我們就是在街上走的時候 就是有遇到就是 免體工作的同仁 然後那時候他們剛好在對一棵 就是懶腰折斷的樹 他們在敘述這個樹的這個情況 那基本上我覺得那個時候 然後文化也還有遇到一些記者 基本上我覺得有兩種情況就是 第一他們想要形容的災難狀況 不是在他們影像拍攝的地方 第二種情況就是災難情況 遠遠沒有他們嘴巴上講的那麼嚴重 那因為基本上 我就蠻好奇說 是就是剛才兩位老師有提到說 有時候是他們頂頭上是要求他們去提供 某樣的這個新聞素材 那另外一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那時候以他在現場 他是有主觀 他可以去判定 事實是不是這樣的權力的時候 我是蠻好奇說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去 誇大這個事實 是因為是工作壓力呢 還是說他們想要求取更好的績效 那我在想說 也許真的就是新聞業 從事新聞業的人 個人的道德操守和標準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真的有所謂迷失問題 謝謝 那我先倒過來回答好了 因為比較記得現在的題目 就是你講到說那個誇大的部分 我其實有遇過一次的情況 就是我有一段很好一次颱風 然後在失去了某一段淹水 一段 然後所有的媒體都集在那邊 然後其中有某一家媒體記者 在做STEM的時候 他是穿著防汗衣在游泳 對然後那個畫面其實我們有拍起來 曾經在一部紀錄片就是 在講台灣災難史的部分 就是天大地大曾經想要用下去 後來我們也有點心軟 又把它拿掉了這樣子 對 那這個畫面到現在還是 保留在我的資料簿裡面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在一部商店媒體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用這種方式 譬如說另外有一次帶風的時候 就是風很大 那大家就在那個那個 那個舞陽那邊的高速公路上測試 然後就拿出各種 譬如說牛條 然後布啊什麼 就是你測試它的那個風速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很荒謬 但看的時候確實 確實有一點點 風似的哈哈大小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到底為什麼 就是或許他們 或許啦 或許就是 會錯誤的判斷覺得 錯誤的觀眾愛看 這是所謂的錯誤的判斷觀眾愛看 然後或者是 即使觀眾有點像 耍白癡的方式 覺得說你在耍白癡這樣 可能或許他們會覺得 欸這樣東西很凸顯 這樣子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我覺得去拍藍腰折斷的書 或者是有一些狀況 就是就一個攝影者 或者是電視媒體工作者 就是到一個到一個站在現場 就是說如果進入颱風現場 然後如果一切平靜無波 可是你只有看到一棵樹斷掉了 或者是有一個東西崩掉了 自然就是我覺得我們 像系統反應 好像自然就會先去 或是某個地方有煙水 就會自然先到那個地方 就把那邊的災情先拍出來 那有可能在剪接或者是 描述的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太全面的話 就是會讓大家誤以為 比如說整個花蓮都 樹油斷或整個花蓮都在淹水 可是實際上它只是 花蓮的某一處在淹水 可是就就是電視影像的概念來說 它一定會去先選擇說 欸有在成的地方 它不會先譬如說 一個樹也完全沒有動 然後風平浪靜 然後沒有的部分 它其實一定會先去拍照畫面 只是在產生的過程當中 它是講的是說全部都這樣 或者是片段是只有某個地方 只有這樣子 當所有的一分半的新聞裡面 它可能這個畫面 一直重複的播放 然後就會讓外眾誤以為 真的很嚴重這樣 我覺得我看到的現象 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關於行車紀錄器 或者是網路片段的篩選等等 就是我們再次也搭上用了行車紀錄器的畫面 那因為就是在當下爆炸現場 真的很多最真實的情況就是用行車紀錄器 跟那個開下的 所以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其實也當非常震撼 所以我用這樣的畫面是 也想去呈現那樣子的震撼 我覺得不在於它使用的媒材 到底是行車紀錄器手機或什麼 而是在那個尺度 就是那個尺度就是 我自己在選擇上面 就是在第一現場的時候 我們在立志者有拍到 就是當時爆炸的時候 很多的樹跟石頭壓下來 然後 有很多的屍體 都會受傷擠在裡面 那後來就是攝影有問我說 我可以放屍體嗎 那我是跟他說 不要 那當然第一部分就是 就是剛剛我跟金梅在聊說 聽了很大的部分是 當然是CC會罰 然後第二部分是 其實我覺得 所有的畫面強度已經夠了 就是爆炸現場這樣 就夠了 然後真的不需要再用 那樣子的鏡頭 然後即使打一個馬賽克 其實我覺得真的 真的不需要 那我自己個人是 比較喜歡 比較沈進行鏡頭 比如包含出房子有在批 那我大部分的人會選擇 入影機去再 close他眼睛 那我自己個人是 比較喜歡就是 鏡頭不動 然後就讓他盡情的去講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 有很多是選擇的問題 因為就是個人喜好 會選擇的問題 因為那個部分 就是比如說眼睛 很多的部分 它可能會加強那個強度 跟硬道這樣子 那其實在我們自己的選擇上的話 我們就會必要像這樣子 比如說 已經可以看到人整個心體 它在那裡的實體 或被手壓到的部分 我自己是會這樣批掉 但不會是因為它是哪一種媒材 但是現在的媒體 是大量運用網的媒材 可能YouTube裡面的東西 都可以做一個新聞 那我自己是很不喜歡這樣東西 尤其是 如果我放一個假新聞上去 然後那 就可能會變成是 好像變成是真的這樣 所以這部分不在於說 它用什麼東西拍 而是在於說它的正確性 跟你怎麼去哪裡 那個食譜的問題 那再來 第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觀點 什麼樣的觀點 理事動物的一百種方式 就是我有去看 那這個導演 他是比較 就是這樣講 他是用一個小型的問題 可是他是用大量製造 不同的噪音 就是那種聲音 比如動物在那種觀點門 然後動物的聲音 然後一直很強迫你去 凝視那個動物 他所臉裡的群境這樣 那我覺得在紀錄片的製作當中 他一定會 常常會選擇 他站的角度跟位置 到底是第一人稱的角度 主辦的角度 動物的角度跟位置 可是我是專利拜訪會新聞的話 會站在比較中間跟比較高的角度 倒不會說一定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是我個人的話 比如說像在報導一些動物一題的時候 其實我是會比較站在動物的角度 因為 或者是環境一題的時候 因為我會覺得 動物他不會說話 然後環境他不會說話 那如果我看到一些問題 我想要幫他說話這樣子 但不會完全去 就是已經有報導 不會完全去 就是用某一種 某一個人物某一個的角度 因為我們還是必須要比較宏觀的 或者是比較全面的去 多元觀點去看這個事情這樣子 今天有沒有看過 不好意思 但是那個動物寶議題 我就覺得 像動物社會研究會 他們常常會去做那些 投拍的一些鏡頭 那比如說牛 豬 我有看過那種豬 被各國子一直流血 就一直叫到死 或是神豬 被直接戳進去 還有那個海豹被打死 還有流浪狗受到皮包鬼 我甚至還去排過 假龍球之前的狗 他死掉 然後狗放在裡面 一個禮拜 全部都是屍體跟大便這樣子 老實說我很想用很赤裸的畫面 就像剛剛有一位大哥講的 我都不想打馬賽克 但電視是普及 對就是我如果嚇到小孩 我會被罰 而且也許也會被 認為是不道德耶 那基本上我都會覺得 像我對尤其是那個 要毛皮的那種 大陸的 你整個活生生 那眼睛還會動 我都我很希望用那個畫面 讓大家去知道那有多殘忍 但不行 所以那會消過了他們的可憐 跟恐怖性 那我覺得這是電視 作為一個普及的媒體的限制 那對沒有辦法 就是就只能用文字渲染的能力 所以用文字去寫它 那第二個就是 使用那個行車記不記性的 其實只要任何有公共性的議題 我覺得用什麼素材都沒關係 就是你媽媽拍的也可以用 如果的話拍到有人殺人之類的 我舉例給你 對不起我好騙子 就是他只要有公共價值都好 現在的問題在於 在於就是比如說小孩吃檸檬 他們也要做成一個新聞 是關我屁事啊 是說你不要把你叫小嬰兒 對 你一定覺得很可愛 是很可愛 但是我覺得媒體作為一個公共媒介 不應該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那我覺得有些議題是在別 就是在那個界線邊緣 比如說車禍翻車 翻兩三圈 我看了真的很精彩 你會想說這個要幹嘛 對啊就是 好如果它短一點我媽也能量它 但是如果重播十次 你會覺得有必要這樣嗎 對 那新聞本身啊 比如說我們Deading News 我們就完整的在SOT 就是有訪問有旁白的 也有只有主不唸乾稿的 所以有很多種 你要看它的公共性跟重要性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什麼局限的 你像有時候災難現場 都是民眾拍的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厲害 但是在於每個人手機都能拍 所以你都可以截取到某一個 某一個moment 那個獨一無二的瞬間 對 那是很珍貴的事情 但就是還是看公共性 那第三個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拍樹 剛剛立平有講很清楚 就是你今天颱風電影關 二百五跑去 忍耐武術 樹都沒有倒 因為觀眾你能接受嗎 樹都沒倒了 可能 所以一定就是會去拍斷的樹 那像那個金城武術 搞的那一天 我們長大就說 叫我之後一定要分析 為什麼它會倒 我就說 我不要 不然台風吹的樹就會倒 有的樹就會倒 有的樹就會倒 有的樹不會倒啊 沒有辦法 那你如果要說 要做那棵樹 對台東觀光很重要 所以它倒了 大家好 你的空聲好 我可以接受 但就叫我去分析 為什麼樹會倒 北溪就是風吹很大就會倒 沒有看 這颱風 你家前面行道處都會倒 那剛剛那位同學先生講的那個 他就會覺得 為什麼都指定 我覺得問題在於說 你突顯那個現象 沒有解釋這個現象的脈絡 比如說你可以去告訴大家說 你倒了一個樹 然後整個花蓮式 消防局有統計啊 倒了幾棵 或者是你可以做 比如說沿線指導的這一排 或者是你多繞幾個街道 所以你去試圖去做更多的描述 不要只專注一個倒的樹 那像台東金城武樹倒 後來隔天我同事 因為那個 那是在台東發生的事 長官叫台東記者去做 應該是他說 長官叫我做我不要 然後他再去叫台東記者做 做台東記者說不要 他很會抗力 就在公司有好處就是不會被清算 靠其實差一點沒關係 就是不會被清算 後來隔天那個同事才可愛 他就去做台東倒了三四千棵樹 告訴長官台東倒樹是正常的 所以一般就是要建樹建立 我覺得沒有 沒有做 沒有絕對的做法 你說他拍倒樹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他要把這個事實獲得到多大的事實 我覺得一方面 對記者真的要有道德良知 老實說你們覺得官員很可惡 但官員常被記者害耶 他不過跟你聊聊天 就被你寫到寫到那個 他很可憐耶 然後是覺得跟你聊天 然後就被你寫到頭半頭 所以我意思是說 記者就是一個道德危險的工作 你聽了這句話你要怎麼解讀 要惡意解讀還是善意解讀 還是不解讀 我知道 這充滿了抉擇 那這是不是關乎道德與良心 我覺得是耶 就是你的一面之間 那你覺得這個壞心眼的人會做壞事嗎 我覺得不會耶 好心的人他誤讀也是 也是會造成不好的結果 所以我一直說 有好人也會做壞事 壞人也會做好事 好人也會做好事 壞人也會做壞事 這種各種排列組合 就是說這是很複雜的關於人性 所以我覺得是真相難就難在這裡 好 謝謝國安 我們再開放 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 第一位那個先生 第二位 然後第三位 謝謝 我的應該是個人的經驗回想 我現在最重要的都是看紀錄片 因為退休了 那我最欽佩的有三個人 這個就是洪弦弦 他以前是公事總經人 一個是柯金元 他也是我們很早的前製作人 還有就是余老師 那我又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很榮幸 我們活在台灣是一個極樂世界 我妹妹她在洛杉磯說 她要洗個頭 要開車半個小時 才有辦法洗頭 她說我家在戲子 下樓就有六家洗頭 有的一天說洗不到兩顆頭 這實在是 說說台灣是極樂世界 隨時可以洗頭 24小時可以泌沙線 24小時可以吃宵夜 但是另外一個相對的 台灣是一個災難指導 我這邊有十五個理由 可以證明台灣是災難指導 去年到現在 台灣已經有十二位消防員犧牲 我們都有很簡單的方式 把他拔掉 第一給他一千萬 第二把他送進做DAS 這是我們的SOP了 再來就是說 第二台灣的白後夢師 只有SOP跟三月 比較安全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當總經理 只要台灣人當總經理 這個逃生通道 一定只要擺攤 可以擺攤 還有很多賣場一樣 放十箱子 只要逃生通道 都是堆積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雪山最大 它有一個3.9公里的一個隧道 那是亞洲第二場 但是他所拚的機電源 是自備轎車 薪水兩萬六 你看外勞的薪水 要來控管這個雪山隧道 這是台灣很荒謬的事 現在他花包給一家公司承包 承包的廠商在髒話 但是 承包的工作點點 雪山隧道 是不是很荒謬 如何主管去建建築 從彰化去建築 這是現在進行的事 再講一個 再講一個就是說 在西指有兩棟 北台灣最大的建築物 一棟叫做東方克 跟您沒有問題 沒有 跟您分享相反 對 今天九點半就必須要結束 所以我們再請兩位朋友提供 好 謝謝你的分享 好 請這位朋友提供 喂 謝謝兩位的分享 然後我想要問的事情是 從剛剛老師你的分享之中 感覺是說 在報導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處於一個中立的立場 然後叫有觀眾們去自己探斷是非對錯 然後在前面的時候也有分享到說 就是你們是從一個 可能是某個觀點 然後去做切入 然後來做這一系列的報導 或是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 既然是中立的話 那就是那個觀點它的定義 或者是怎麼去取決於這之間的 對 你好 兩位老師很 很親信能夠聽到你們的分享 也知道你們是非常 站在人性的立場去看待事情 所以很榮幸你們當地 這樣子為社會大眾做事 不過我想問是說 如果說在第一線的災難現場 包括有流浪狗 包括人 包括有災難的人 那公司會不會限制你們說 不要去做一些中間溝通的橋樑 比如說你看到他們很可憐 那你們接收到一些資訊也很快 可以迅速的幫助到他們 致力上立馬就幫到他們 那或者是一些 跟同事之間的一些互動方面 你會知道怎麼幫他們 你可能會特別想要幫他們 那有沒有這種感動的事蹟 或者是說 目前是無能為力 還是說 其實 還是因為之前老師所分享的 你看每個人 老公是沒有特別說 有什麼立場 要的門就關怪的做好自己的事 就可以 這樣子 謝謝 找到中立喔 我覺得我好像 怎麼還沒有中立過 這樣好像不太好 就是 其實 我覺得 先講我報導的角度就是說 我其實比如說 在 講一些政策型的問題 我並不是單純從批判的角度出發 因為我覺得 光罵你罵完了算 你兩巴掌 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我將會從 解決問題的角度去發 就是說 那我今天去訪問官員 去訪問很多人 去訪問各個角度 其實我是要找到事實真相 但是 當我去做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不可能沒有觀點 如果 一個專題報導 因為Danny News 它可能在同性方面 它比較諮詢性 可是 如果一個專題報導 它沒有觀點跟想法 你幾乎是沒有辦法去 去做一個報導 譬如說 我要怎麼去講這件事情呢 譬如說 我今天去做這個 水果結成 就是災區這次的報導 然後 我收益的觀點跟我的想法 就是說 我想要從現在居民 在舊責之外 然後 因為有另外一個同事 已經做了這個 舊責跟管線的問題 那我想要從這個 居民角度 或者是都市排水 跟二次災難的角度出發 然後去看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跟有什麼樣的狀況 它會怎麼解決 所以我就會選取了 第一房子 他們現在的問題 那這是二次災難發生 就是如果今天排水問題 它今天不是在跟地下管線 連在一起 就是今天這個管線 不是跟這個地下 香蕾星宏跟排水 弄在一起 它不可能會有 造成這個二次災難 所以這算是我的一個 觀點跟想法 就是我要確定這個目標 然後我去這樣子做 所以我會去訪問 包含就是 包含在那時候 嘉義外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擠來 只去擠想說 也可能有個死 然後我們就回頭 我乾脆去訪問他旁邊的這個 學律署長這樣 在旁邊 掉在那裡沒有媒體 找他之後去訪問他 然後關於你派水解決的問題 然後訪問了官方的學律局長 因為居民一直在罵 他說都沒有解決 都沒有解決 那我想要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解決 那怎麼解決 那這個解決方式 是不是OK的 所以我會去問他 所以我覺得 很難講說 就是說我們其實 我覺得啦 如果你要問我說 新聞有個真的 公平客觀我覺得沒有 你覺得兩個訪問 比如說訪問A 訪問P 兩種說法都呈現 他就是所謂公平客觀嗎 不覺得啊 因為你誰先放 然後你選取哪一段訪問 都會影響 所以如果你要 真正問我內心說 我做到 其實你很公平客觀 你做到了這個A訪問也有 B訪問也有 就是很公平的話 我覺得不 其實都還是會有 觀念跟想法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真實 其實狀況是這樣 那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常常是會 以環境的角度出發 我會承認就是 那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這個節目存在的目的 跟想法 比如說要去報導 另外就是在我講說 我去報導那個 陶瀉颱風跟 比杜利颱風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 那個 我們跟同事做了一個 潛在氾濫濫 跟做了一個 居為私安 就是從 就是從公共建設 過度 就是潛在氾濫 去做了很多公共建設 導致災難發生 或者是再久了一重建 就是要從那個災難中站起來 可是明明這個地方是很危險的地方 卻造成了這個二次災難 那很多災民可能會覺得說 你應該是要幫我們發生啊 你應該是說這地方就是要重建啊 可是我沒有尋找這張立場 是因為我在採訪各方的意見之後 那我自己有 就針對這些素材跟資訊 然後可能就是有做了一點點的判斷 然後才從這個環境角度出發 我覺得是能 是不能跟自然對抗的 你說我 我不總理嗎 我覺得也不是說 總理會有多元的意見 但是我有什麼觀點 我有觀點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其實我很難去講說 真正的終於是什麼 可是我很強調說 這個觀點絕對不是 自己一味的去想說 我就是要這樣這樣 不是從眾多的資訊當中 然後或者是你採訪的過程當中 去理清楚這個觀點 然後慢慢去驗證證實 然後絕對不是說只是為了批判 或者是只是為了講我即則想要講的話 而是把這樣多元聲音呈現出來 可是我也幫助了觀眾去理清一些事實的真相 那如果有觀眾覺得說 你其實是有一點想要抱我這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只能說 那我只能說 我是一個人 那我就我自己採訪到的東西 跟多元的聲音去呈現給你 那我還是會比較站在你的角度 是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我忘記了 想講完就忘了 幫助你 幫助你 構思並沒有 其實我們就是記者 就是其實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去分享一些紀錄片 或者是分享這些東西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那你們拍片 我做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然後你們應該各時機去做啊 然後你們為什麼不把 去告訴政府怎麼樣 或是把東西寄給人家或什麼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我們還是一個報導者 我們真正有力氣的東西 就是把這樣的東西抽絲剝繭 然後呈現出來給你的 那公司並沒有要求的說 就是你們可以 你必須要去看到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你東西 欸這個流浪狗 你就要去救啊 或者是什麼啊 不會這樣要求 而是每個人個人 比如說我們自己個人可能會覺得 對這個東西是 就也比如說會不忍心 或者是是不是我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那就會用自己的時間 再去做這樣子的東西 或者是通過在報導當中 我發現說欸其實 有某一些機構跟團體可以去協助你們 或者是什麼樣東西 我們就會協助 用自己私下協助 去告訴這個收藏者 或是去告訴這個團體說 你們是不是可以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連接其他的資源進來協助它 但這些都是個人 每一個人自己做的東西 這樣子一起 9點半 再講到 好 中立喔 我的中立不是說 我是什麼包青天鐵 沒有一個絲 這不可能 我所謂的中立就是說 基本上 你應該讓各種聲音都去講話 就是說今天有人罵政府 你也讓你去聽一下他講話 不會有損失 而且通常就是 我就講很多事實真相 就是透過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 跟專業去累積 就是應該是去描繪他的輪波 比如說大家很愛講六清搶水 就是搶農民的水這件事 但是背後其實非常複雜 就是大家都一句話就想要蓋過 但不可能 不肯定單純 你要看風水期 枯水期 其實六清會 有 雲堤那邊用水吃頸 就是枯水期冬天 那你要說人家搶水 那你要拿出數字 然後我去看水利會 那篇水利會的數字是 他只用了7%而已 而且在水最少的那天 也只用了14% 是水都跑去哪了 不知道耶 但是你就是可以從中去看到說 水利會把水賣給六清這件事情 就說這事情真相是可以勾勒出來 為什麼水利會他有水他不給農民用 他們應該賣給六清 那有錢賺哪一億多耶 給農民用可能只交一個會費 這是背後水利的建制的那個機制 是很複雜的 他有一種說法是 其實像雲嶺那裡 他是看天田的 他在古早之前 本來就不適合種很多水稻 他可能一年一起 但是搞到最後 大家都自己去挖水井 然後就一年兩或三或這樣子 所以說那邊是不是種了太多稻田 但是說出這種講法是很離心叛道的 因為他會覺得農民最弱勢 為什麼你要不聽農民講話 但對我們而言 我的中立就是說 事實是這樣就是這樣 農民可憐也是事實 猜犯可惡 或是他不可惡也都是事實 所以我所謂的中立 不是說就是鐵面武師那樣 就是你盡可能去呈現那些證據 去顯現你的事實這樣子 另外一個第一線 會不會幫助別人這件事 有啊都會自己掏錢都會捐啊 對我會這樣做啦 我不是一個很理性的人啊 沒有 我是感情很豐富的人 其實我有一次去採訪那個桃園鄉 然後那個原住民 就會被指人機載下來 穿個藍白拖鞋 什麼東西都沒有 因為他家被沖掉了 但是爸爸都在重災區 然後兩年前好大雨又把他沖毀了 他什麼都沒有 看到他還要去訪問他 天啊 然後我領走的時候 我就拿了錢給他 但是我一直覺得 這會不會是一種侮辱的行為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想說 真無分文 那算我先借他好了 然後我就說 那我是拿了兩千塊給他 我說這錢你先拿著 如果你有需要 啊我的名片在這裡 對如果你要換可以換 不要換也沒關係 就是當然你在第一線 你也是人 你會有感覺 但當然你不會看到 每個可憐都給買 你這個做白鋒 就是有時候就是緣分 你就會想說他好可憐 特別觸碰你這樣子 對 所以你說會不會幫助我 會啊 會啊 那個盡量就是幫助可以滴水的 就算 謝謝 謝謝 今天很謝謝兩位老師 這麼精采的分享 由於我們今天時間限制 九點半必須要結束 那 這個 我們這個場地呢 十點就要關了 原本我們每次活動結束 都會有一個會後的 小小的聊天的聚會 今天很抱歉 因為場地的限制 十點都必須要離開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進到九點半 然後給我們工作人員 很辛苦的 職務的志工 你要收拾場地 那今天很謝謝各位的參與 那請各位再掌聲謝謝 今天兩位老師 非常精采 謝謝 好 謝謝各位